荷尔蒙的燃烧造就了梵高 也刺激了醋窗 成就了毕加索 也绽放了农包 小天 我还不知道 你对豆豆和农包这么有感情 还专门为他做了首诗 我那是有感而发 虽然我闻菜也不错 那据统计呢 全国这个发动率最高的几个城市 前20名都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 而前10名更是全部都汇集在了 又湿又热的广东和福建的 所以湿热天气 简直就是豆豆的孵化气啊 哇 南方的兄弟姐妹 本身就是瘦弱啦 如果脸上的豆豆 农包 全部要剪掉的话 在他们的体重起步 轻如红毛 虽然说每个人对于审美呢 都是有差异的 但是对于烦恼的豆豆鸡 大家都是一致的生无痛绝 那各位战斗高手 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啦 在这里呢我总结了一下 比如说 18到24岁呢是修复 着重于去疤去痕 收毛孔 23到25岁呢是治愈 着重于粉刺的治疗 36到40岁呢是善后 拼命地去脚质 以及改善肤色的暗沉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群 比如说密集恐惧症患者 我觉得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砸碎所有家里边的镜子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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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样的肌肤容易长痘呢 就是被评为日本三大神水之一的 痘印真的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困扰 痘痘好吗 但是呢 他来过的痕迹还在 本节目由林木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林木特约赞助播出的 陶醉可思美 大家好 我是安明明 我是Q强 其实呢Q强 我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心情啊 关于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又实用又好看 帮助大家很多 但是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皮肤的问题 包括毛孔啊 还有去脚质啊 还有出油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件没有说到 我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烦恼然 而且是每个女生在青春期 包括男生也会遇到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就是 痘痘龙 痘痘龙 痘痘的问题 我觉得痘痘真的是非常难弄 因为啊 它真的像野草一样 就算你治好了前一批 春风一吹 又发作了 而且如果你不加重视的话 后期会特别特别严重 引发出什么毛孔炎啊 皮炎 那种就牵扯到一个毁容的问题了 是的 很多的痘痘讲在脸上 仿佛赤痘粥打翻了一样 我的妈 这简直就是出货现场 我们希望所有的男生女生都能战斗成功啊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2013年atcosme最畅销抗痘狐狸太行宝 没错在介绍我们的互痘产品之前呢 其实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痘痘是如何形成的 好 一开始其实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发痘痘呢 是因为熊激素的水平过高 促使这个皮脂啊 这个油脂分泌过多 然后引发了一些痘痘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老了 啊不是 啊是略为成熟了之后呢 你知道女生吧 每个月总会会有那么一两天 内蜂蜜会失调 失调以后呢 也会引发痘痘的 嗯 有些女生呢 好像特别反感我们这个远房亲戚大姨妈啊 其实我特别欢迎她 她可以帮助我们女孩子的身体呢 来一个星辰代谢做个大扫除 但是我跟你讲 还有一些人呢 包括男生 他没有这个远房亲戚 为什么也会长痘痘呢 但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又喜欢吃一些糊糊啊 特别辣的油脆的 又是炸的一些东西的话 痘痘也会长得比较多 还有些女孩子呢 可能这方面都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但是呢 化妆的工具 如果有一点 没有好好清洗的感染 是 也会容易长痘痘 在这里我真的想跟痘痘君说一句 我们真的不合适 所以 分手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2013年atcosme最畅销抗痘护理排行榜 第十名是 明色化妆品 玫瑰艺人收敛平衡化妆水 哦 这一瓶长得非常可爱啊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粉红控耶 就是看到粉红色就会 哦 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 因为它你看这个瓶子又很可爱 然后又实吨吨的 然后矮胖胖的 就特别的可爱 对 包里真好 它的质地非常轻薄耶 对呀 其实你知道在夏天的时候 脸上最怕的是什么事情吗 哦 化妆 对 就是出油 出油了之后呢 毛孔也会变得很大 然后呢 涂上的粉又觉得非常的浮 其实它就会非常好的控油 其实它的玫瑰香没有那么的浓 因为我在云南有喝过一个玫瑰饮 就是用玫瑰花瓣做的一个饮料 它有点像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 特别自然 对 其实呢 它的价钱也非常的平价 大家都会怀疑说 它是不是天然的有玫瑰的成分 但其实真的是 它会有一种非常舒缓肌肤的感觉 同时呢 它这种纯植物的一种精华 用的这个肌肤上非常的舒服 哦 现在就像是给我皮肤啊 打了一个玻尿酸 有点开始你看 水囊囊的 然后把我皮肤都撑起来的感觉 对 你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抗痘 那金铝莓还有艺人的提取物呢 它就可以很好的来帮助 这个抗痘的消炎的作用 哇 这一瓶其实可以用上很久很久 我觉得用上一个多月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当然啦 其实我们都说啊 还有什么样的肌肤容易长痘呢 就是混合性的 还有油性的肌肤 它像这个大马术格的玫瑰呢 它的这种玫瑰的提取物 也是特别好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 一致长痘痘 还会带来很清新的玫瑰芳香 带给大家情绪上的巧诀 我们用了这瓶痘痘的肌肤 在烦恼啦 继续我们的榜单 第九名 乐敦CC高渗透斑点精华液 第八名 阿卢比尔黄金凝萃精华油 多种草本植物萃取 使肌肤更加健康 第七名 Dr.Key 肌精华化妆水 能够给肌肤导入 风润感及张力的一款化妆水 Dr.Key这款化妆水 曾经登上过我们化妆水排行榜的榜首 而且在我们毛孔护理的单元 它也有不俗的成绩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老生长谈一下啦 真的是照顾痘痘肌 那是非常好的产品啦 在这里呢 我们用数据说话 没有专家 没有达人 只有最可靠的数据 感谢atcosme 为我们提供最权威 最详细的数据 使用者的效果关键词 这款化妆水的评价 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毛孔及滋润 使用者肤质分布 使用者中混合性的肤质比较多 高达34.8% 再来看使用者年龄分布 35岁到39岁所占的比例最大 占了26.2% 30岁到34岁 占了23.8% 看来熟灵机的人群 占的比例比较大 再来看一下 女生们是怎么评价的呢 25岁的花花小姐说 她是一个混合性肌肤的OL 在杂志上呢 看到这款的介绍 使我兴趣大增 仅仅是化妆水而已 拍到脸上 瞬间就渗透进去了 这渗透力实在是太惊人了 保湿效果也很好 还不黏糊糊的 另外呢 眼睛周围 由于干燥引起的小皱纹 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改善 用完之后 第二天上妆效果也特别好 觉得自己肌肤干巴巴的朋友呢 非常推荐 用这款咯 还有26岁的荷兰豆小姐说 她是一个敏感性肌肤的家庭主妇 在专柜试用的时候 一见钟情就买来了 还在脸上 还担心会不会效果不好呢 但是用完肌肤变得润滑柔软 大概用了一周左右 原本干燥敏感 有些发红的脸颊 也变得没那么红了 而且脸上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也没有了 另外呢 一直都很介意 鼻子周围的毛孔也变得紧致了 收缩了 那Dr.K呢 他以前是来源于一个 日本的皮肤科的医生 他发明了这个品牌 而且带来了很多治疗啊 还有关心我们的痘痘肌 以及敏感肌的这样的产品 可以帮助大家 简直就是这些朋友的福音啊 而且这个医生 好像是在研制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有试验过 很多其他的产品们 因为他是一个专门学里 学习皮肤科这方面的专家嘛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成分 他自己添入进去 自己也有使用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放心 连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 是 那里面的成分呢 除了维生素C之外呢 还有12种维他命 以及透明质酸啊 还有胶原蛋白等等等等 所以很多的朋友在觉得 用到这样的产品之后 照顾了自己的痘痘肌之外 还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水嫩感 因为可以锁住水分 超级棒 那香味呢 是那种淡淡的花香 而且因为它里面的成分的原因 可以作为导入液的 其实女生经常去美容院嘛 可以顺便把自己的产品也带过去 让我们的美容师给我们继续的 做脸部的深层的保养非常好哦 是其实很多的痘痘龙女生呢 对于自己的产品来讲啊 特别是护理产品是非常操地的 如果你选择不好的话 你的痘痘就会像 嗲嗲嗲嗲 千数万数梨花开一样 整个脸就爆炸了 那就怎么办啊 就是糟糕了 没错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用我们推荐的 这一款化妆水哦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名 Rosito Rosito洗盐pasta 干性肌肤用 它添加了天然的硫黄素 能够有效的去角质 和调整肌肤的纹理 特别是对粉刺有消炎抗菌的作用 可以防止皮肤粗糙 或者是预防痘痘的产生 那第五名就是雪鸡精 雪鸡精啊 你这么激动啊 因为雪鸡精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的妈妈还有我都在哟 那在这种日本的化妆水论坛上面 它是被评为日本三大神水之一的 三大神水啊 所以带给大家都是好的口碑 所以我们要用数据来说话 没有专家 没有答言 只有最可靠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者的关键词 那这款化妆水的评价 最多的关键词呢 就是美白及爽快感 使用者的肤质分布呢 使用者中混合性的肤质比较多 高达39.1% 再来看使用者点评中的高频词 出现最多的是肌肤及化妆水 没错 再来看一下女生们是怎么评价的呢 26岁的天眼小姐说 她是一个干性肌肤的OL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她是水润水润的 天肖快能去除暗唇 使肌肤恢复透明白皙的一款化妆水 我都已经用了20多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跟我年纪差不多了都 用光的瓶数呢是数都数不清了 在这期间呢在香味上她是不断的在做改良的 但是美白效果一直都没有变咯 把面膜吸的薄薄的然后敷在脸上 然后再轻轻的拍一拍 黄色跟暗雅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效果也极其显著呢 还有26岁的kpop小姐说 她的名字非常搞笑啊 长期贩卖的一款化妆水 包含了美白润肤去角质等功效 用它来做面膜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点说齿 但是肌肤真的是变得很透明 而且成分也是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不会有任何的不适 其实这辣水基金呢是高斯公司底下的一个非常引以为傲的品牌 它诞生于1985年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真的比我年纪还挺长的 比你年纪大 但是呢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它这款化妆水里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 它含有一丁的酒精的成分 会不会很敏感的肌肤 不太适合使用会非常的刺激 但事实上比例调好的酒精的成分呢 可以帮助你收缩毛孔 还可以消炎 可以去痘 还可以淡化 黑斑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妆品里的小妖精啊 真的 我觉得是化妆品里面的起死回生药了 而且它上面你看 真的有写药用二字 它是属于药妆对吗 日本的很多化妆品 大家都会看到药用两个字 就会觉得是不是里面有药 但其实呢 日本的卫生部所证明 这个是属于有用和有效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水基金啊 它蕴含了大量汉方精华和汉植物的萃取液 比如像当归啊 冬虫夏草啊 还有高丽参啊 泥打等等的一些 真的是新疆的吗 所以其实它小小一瓶 等于是浓缩了一个大药房 在我们的一个化妆水里面了 对 事实上呢 这些植物的萃取液是被证实是具有美白效果的 其实呢 痘印真的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困扰 就说你的痘痘好了 但是呢 它来过的痕迹还在 对的 就像恋爱过了以后 那个伤还在一样 没关系 恋爱的伤呢 或许没办法治愈 但是我脸上的痘印可以被治愈的 用了它其实可以像精华液一样 着重地敷一下 敷在我们这个痘疤上 其实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对 其实呢 也会由内而外带来好气色 同时呢 还可以淡化这种脸上的红血丝 哇 你说是不是 化妆品里的小妖精 对当家精重复第二遍了 它就是化妆品当中的小妖精 不愧是高斯的当家产品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关心榜单 第四名 奥德姆者 要用去豆保湿化妆水 适合各种肌肤困扰 具有清洁作用 第三名 阿卢比奥 健康化妆水 一瓶能解决各类肌肤问题的化妆水 好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 NATULIA蜜人化妆水 这款化妆水之前呢 我们的榜单也有介绍过 它里面含有的就是艺人的精华 使用后呢 能够瞬间的来滋润肌肤 还没有粘腻感 第一名呢 就是尼维亚 尼维亚的蓝色面霜 Oh yeah 它的滋润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里面的成分听说也是很厉害的 它里面所含用呢 是对肌肤非常好的成分 叫做角砂锡 还有喝喝巴油 都可以瞬间的让这些精华 进入到肌肤 让肌肤就是很通透滋润光泽 回家我就要赶紧买一瓶了 回到了我们的送礼环节啦 本期送出的人气产品呢 是Bellamere Rose宝石凝露 它蕴含了波丝玫瑰萃取的天然精油 一瓶中就能起到化妆水乳液霜 妆前打底四种功效 是一瓶全能型的护肤准备 而且在温柔地保护我们皮肤的同时呢 还能够改善由于干燥压力 引起的皮肤粗糙和暗沉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它的话 就来看看具体的申请方式吧 您只需在9月2号到9月6号 登陆新浪微博 at 可思美申请即可 今天的节目 我要代表所有脸上有痘痘的男生和女生 和一位一直深爱我们 深恋我们的痘痘君 say goodbye 没错 如果你有任何战斗的小秘籍 或者是对于痘痘处理很有效的产品的话 欢迎你来我们陶醉可思美的官方微博 进行互动哦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凌悟特约赞助播出的 淘贼可思美 我是安妮妮 我是QQ 下期再见 bye bye